回到香港 我一直都沒有怎樣拍戲 後來馮志剛先生 馮導演 他覺得我 為什麼你不拍戲 我說是 都不知道拍什麼好 做女角 自己又不是很好 他說你可以做男生 他開了一部 頭部戲叫做 《亮紅玉血戰王天蕩》給我拍的 那部戲就是大羅大鼓功架戲 還有誰拍的 還有伊素秋小姐 陳浩球 陳寶珠 李香琴 是全女班的 拍完這部戲之後 你又拍到什麼片 拍完這部戲 我都不知道怎樣 後來公演的時間 生意人物十分好 但是美洲方面 觀眾比較喜歡看這部戲 在美洲公演的時間 公演十幾天都很滿 後來 美洲的片商寫信回來 這個李鳳星可以演戲 以後有他的戲都可以賣了 那時候我都沒有什麼心機 不知道為什麼很失意 也不是十分好 後來見到這樣的時間 我都還要做 自己一天恨做 博明這樣學 後來聘請了一位京派師傅奇玉坤先生回來教我 噴腿 押腿 踢腿 落筆子 打野 你知道 我們二十多歲學習很辛苦 那你第二部戲是做什麼戲呢 第二部戲是火龍道吞雙虎醬 也是全部打的 你所拍的戲多數是沒有變的 是的 是的 那接著又拍哪一部 接著就是阿棠國那一部 《英雄掌上野途美》那一部 那一部戲 原因是劇本相當好 尤其是這套是九龍公司那一部戲請我拍的 角色問題的二灰很起眼的 你認識過二灰 是的 我認識過二灰 跟鄧碧雲小姐 鳳凰女 譚文興 也是全女班 很多人拍的 那這部戲 初時很多人都覺得 這部戲怎可以他做的 這個二灰不對的 當時是陳錦棠 一哥做的 人來守本戲 真是讓女生做不行的 初時很多人都沒有信心的 是的 是的 後來我一直拍出來 拍出來讀過鏡頭 六姑很好心機教我 譚文興 一直這樣 拍出來這部戲 就是我拍三部之中最好的這部戲 觀眾非常喜歡看 尤其是賣了 收二十幾萬 很厲害 你沒有請就看吧 收這麼多 你也沒有請就看了 不用看你也知道這個鏡頭是怎樣 不是你做嘛 一路很多公司請我拍戲 武畫片又拍 歌唱片又拍 這部戲就是我定了我的定型 從這之後可以叫做出的這麼多人頭地 你也有些安慰 對 你也有些安慰 你也在掙扎裏面 你也有爭到多少地位 那你就想怎樣 我也很感謝觀眾對我愛護 我希望以後拍多些好戲 尤其是我每一天都不斷續我自己是練功的 每一天除了拍之外 我自己也有練功啊 有唱歌啊 有水咒啊 我自己都不會自己停止我自己的 那你為什麼又不登台 做大戲嗎 有啊 有很多這班政家都叫我做大戲的 我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我希望自己拍多幾部戲先 那對於我自己的舞台做手啊 和我的做工好些呢 那我才在舞台上發展的 尤其我希望做大戲和拍戲不同 拍戲呢就可以換個鏡頭攪的 大戲不同的 是連續性的 所以我認為自己的舞台很水皮 你這麼拍戲幹什麼啊 所以希望多年多些事情才和觀眾見面 李小姐 很感謝你和我說這麼多事情 不要這麼客氣 你多多指教就真 謝謝你 花了很多時間 我現在同時要在這裡 要和各位觀眾 希望各位觀眾和聽眾 給我多多指教和批評指導 因為我不會說話的 這麼客氣 多謝你 好 再見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